不,我们从最早开始好不好 那个,那个,我们看最早的那个 最早的那个,那个,从第一期开始看 从第一期开始看 我想,我想,我想这个东西可以,可以按照时间点 从那个,从那个最开始给的 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回忆一下 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 欢迎来到狼人游戏 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各位来确认身份 把弹幕关了 这都是他妈老熟人了 感谢白白白酸流的火锅 5号,2009 6号,老鼠 7号,Lilys 对,那时候还有个人叫Lilys,我都忘了 8号,JY 好像是比现在瘦一点 9号,PDD 10号,Mint 这是什么,好几年前了 9号,邵帮主 哎哟,韩潇那时候还挺年轻 12号,COME 感觉背景,背影里想起来很好 12位玩家都已确认身份 哦,我是狼人 请闭 狼人,请睁眼 4张了 狼人,请确认目标 4张了 我那时候还带表,我真的妈吐了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作为游戏中的神秘 在每局游戏中分别持有毒药和解药歌 这么 那个时候这么 介绍这么详细吗 毒药和解药,可以同时使用 牛皮 女巫,昨夜死的是她 请问,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预言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做游戏中的另外一名神明 将会在女巫,闭眼后睁眼 女巫,能自救是吗 可以知道一名玩家的身份的能力 诶,韩潇当年也还可以啊 长得也人模狗样的 预言家,请验人 预言家,你昨夜验的人 是这个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10号玩家被猎杀 下面,我们先进行警长公投 少帮主没胖 少帮主是没胖 五位玩家,进行警长竞选 那时候我还不敢上警 我那时候不敢上警 很他妈羞涩 昨天晚上验了10号 然后10号是一个好身份 但是他死,他已经死了 呃,交代一下工作啊 明天晚上的话 我会先查 6号 先查6号 先查6号 如果,如果6号是个好人的话 我,我死了的话 我就把他,把警戒给他 过 5号 预言家 10号 你验个尸体 你有什么意义吗 你挑 你也 你就是狼人 你挑 你也得挑一个合适的验 你验个尸体 对不对 你连唯一可以相信你的一票都没有了 你说你可信吗 你不可信 我验的6号 因为6号我认为一定会跳起来做预言家 我是一样预言家派 所以我验6号 我先看看6号是不是好人 那6号这次没举手 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我验的是你 你是一个精水 是个好身份 对吧 10号死 我本来怀疑的也是你圈的人杀了你 还有可能是ptd杀你 你们俩仇分值比较高 对吧 但是我下一轮的话 我偏向 验 JY和ptd 2验1 然后验到好人的话 给好人 验到查杀的话 我给6号 就是 89 就肯定是有 应该理论来说 因为第一轮是死人的 所以理论我能活两轮 我就是验89 我觉得莫之魏可能是有狼的 然后 呃 靠姆是肯定 不是 那个 好人的 要不然他不会抢过来 抢过来以后还要抱歉 抢过来 我不信一个 一个神明身份 或者是 一个 这个 就复盘1盘 那个神的身份 别其他神的身份 会是这样发言的 那靠姆一定是一只狼 我认为 呃 6号 感谢依然小马甲摩尔说 那场上后面的人 我都不知道身份了 所以6号你要记住 我是验过你的 我是预言家 后面的人在跳 我觉得没有什么幸福度 靠姆这种验尸体的 你们自己考虑 过 指我就指上帮助了 你别乱丢 我说话是肯定不能信的 验尸体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PDD都倒勾了 但是你们谁都聊不了我 这个BCD倒勾了 因为如果我当了警长的话 我是持枪上岗的 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我跳枪了 都不要聊我 我觉得 我那时候还强神防队跳呢 对对对 那时候神牌上警 强神防队跳 对对对 哎呦我操 我是可以上票给11号的 我是个警长 你们不用来聊我 如果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张工农非常强大的牌 下面我要发动我的第二个工农就是我要当警长 因为现在有两个预言家对跳 我不排除11号真的是预言家的可能性 但是我认为从警商来看 12号其实是更可信一点的 对吧 你们现在11号来看 9号就有点无条件要支持 卧槽真的太能聊了 当时DC简直就是你妈大神 你既然是11号验出来的精水 那你一会儿给他上票应该是符合情理的 你狼头卖给他上票不也很符合情理吗 对吧 你狼给任何人发精水 他还能不能还能不是精水啊 你狼发的精水 精水说我不是 我其实是狼 你验错了 有这么发的吗 所以这一轮我要当这个警长 我心目中目前 金像是12号是更好的一个人 我愿意让他们两个再PK发言一下 过 当时DC的狼人杀水平 领先我们场上其他人至少两年 就DC这个发言 他当时的发言 我现在看来 他至少领先我们场上 平均狼人杀玩家水平的两年 至少玩完 玩两年之后 能够到他说的那些东西 真的 直接遥遥领先两年 哎呦 但是他你看 但是他 他按逻辑聊的就是确实 你像COME他发死人精水 你说他屠杀呀 他就肯定真原家呀 对吧 所以他不信 喊笑 对 站错边了 可惜站错边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逻辑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反的你知道 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玩狼人杀 别太盘逻辑 没用 就是他妈 你盘逻辑 往往就站不对边 逻辑 你的发言有丝毫逻辑 那个 当时 当时董大师就逮着DC怼 特别牛逼 俩人天天打架 那个时候少帮主跟COME打 DC跟他妈董大师打 特别牛逼 我根本感受不到任何逻辑可言 COME首先第一个他这个认的预言家 他就是半认不认 就看不上 就这么简单 感谢卡拉维亚斯的高能 高能 你还当真了 还还说他他就是想当警长 他就是为了预言家 因为 我就是看不上你 因为在竞选警长的时候 任预言家是最容易最可能去获得预言家 假如后面没任我就警长了 就这么简单 他就其实他这个任警长 我不觉得是 不任预言家 不可能是预言家 就他是什么身份都有可能 但他绝对不是预言家 而你DC老师作为什么 也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 12号是什么 但是2号是个狼 是100%确定的事情 就从他的刚才发言的逻辑性 就根本接不到一起 少帮主的发言 就是少帮主如果是狼想 汗跳发言 能发成这样 这不是在逗我的吗 少帮主说话 只有说真话时候能说成这样 而你也只有在说假话的时候 会强调语气 分一二三四 因为真话是不需要强调语气的 经过这么多总结 其他我不确定 你还想当警长 谁当警长 你都不能当警长 我可以当警长 因为我是个神 神比神以上 重点来了 我可以当警长 都想当警长 我更倾向于11号去当警长 因为我相信11号的 我相信他的预言家身份是坐实的 是真的 我相信12号 我们可以这样看 如果12号投11 12号不能投 这一样不能投 算了算了 要么11号 要么1号 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神 不是神级神以上 就是神和以上 没别的了 反正11号 对他没救人 先投11吧 我偏向于投11 过 你看董大 不是他当时都管他叫董大石 没关系董大石 他德州玩的特别好 就是 董仲好像之前是 波炉石的 后来得罪了网易 好像播不了 当不了主播了 DC老师现在去哪了 也不知道 好像是从业刀摊 老B现在还播不播我也不知道 雪岩现在可能还在火牙 播炉石 09是已经不播了 鼠大王现在还在 播刀他自走旗吧 我旁边的这个妹妹 我都不知道是谁 现在都忘记是谁了 PD现在还是比较火的主播 雪m现在也不播了 少帮主现在还在播 抗米已经不播了 这是当年的 这些玩家 这都我们都给DC了 我很操 而这样的场面 也是狼人阵营 最想看到的 不是PDD怎么还能投票 这个是 井上发完岩也能投票 就等于说 发完岩也能投票 那我们就全把票 全投给DC了 反正我觉得我画面肯定有狼 要不然我这么可爱 怎么会被手杀吗 好考验 过 小M他妈说话也太做做了 从警长左手边开始发言 我这么可 警长决定发言 现在就是固定警阻发言 警阻发言 我先说一下刚刚为什么我要投DC一票 因为我认为他的逻辑 老B当时很牛逼 就是老B当时确实算是玩的比较多的那类的玩家 当时老B觉得在座的各位全是菜逼 我B有假玩狼人杀大神 真的 当时老B 但不过也确实 当时老B玩的确实是 在那个时候玩的比较比较比较多 是可靠的 虽然COME这个人不可靠 在我的印象中 COME这个人不可靠 特别是他发言之前 他特意还看了一个自己的身份 证明他还是比较心虚的 但是 我的逻辑 确实是跟DC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说 预言家跳出来肯定是要拉人的 不管他如果是狼人 汉跳 高配全站左边 你们再看 我的逻辑 确实是跟DC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 高配全都站左边 董大师 董大师当时就一脸不见 你知道吗 我们做中间就觉得 董仲也太牛逼了 拿张 他拿张女巫 就觉得身边 这帮人全是蠢逼 真的 当时这三个人 不是我跟你们讲 当时他们就牛逼 我记得这三个人 都觉得自己特牛逼 就一号玩家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 他们三个都是认为 自己是厂商最牛逼的 其他人都是臭傻逼 不是也不能 都觉得别人是 比较菜的 就反正那种心态 就是这样的 反正这三个人 不是你看董大师 这个样子 你看董大师 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 有问题 他如果是狼人 汉跳预言家 他也是要拉人入伙的 好 很明显从投票上 也能看得出来 少帮主那一票金水 确实拉到了 当时投少帮主的票 是六七 对吧 六号也给到少帮主票了 希望支持他成为金钱 那证明他这票拉到了 预言家给死人金水 我当时是真的菜 确实是个金水 他不幸死了 我当时具菜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当然可能COME是乱说的 但逻辑是说得通的 所以我觉得DC当机长 可能更好一点 而大师那个话 明显就是为自己做警长 做个铺垫 那个话就不要听了 在我看来 他身份都快名进名以下了 在我看来 我确实猜 下一位 我觉得在我看来 11 12号两个人身份 还是存有怀疑的 我是一个什么都身份 都没有的一个平民 对吧 抱抱抱 但是就他们两个人说话 是11号是给了6号发的精水 6号7号却上11号一票 但是DC老师的话 可能更有幸福力 感谢万万的火锅 在我看来 他可信度真的并不是特别高 我更倾向于这一轮 11号12号出一个吧 或者他们俩PK一下 我再听一下 看他们一样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他人的话 暂时没有什么线索 我是一个平民 过 哎 雪岩那个时候 我还觉得是个大神 就是我觉得 哇 雪岩好能说 也好厉害 我这轮不是一个平民了 我这轮是一个女巫 刚才为什么给DC老师票呢 因为在经过 今天一天的游戏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 确实规则有点困难 对吧 像我们这样的 曾经认为自己是实力选手的人 觉得现在 其实要抱一下大腿了 那并不是说 九神当年真的认为 自己是实力选手 2009当年真的认为 自己是实力选手 但是好像之前测板子 测了两局 感觉自己不太行 然后这个时候 拿狼汗跳女巫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明白为什么 九神就能汗跳女巫 我觉得我 我当时剧崇拜 我当时剧崇拜九神 因为我是第一次 我不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玩12人局 我当时 我当时想 我操这个2009也太牛逼了 这个时候拿狼敢跳女巫了 也太强了 要不我就不敢 任何人都要自己 正确当时不知道 通过DC老师的发言 就一定判断 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我觉得 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他刚才有提到 12号是假的预言家的话 他不可能说是 把身份给 一个死了的人 我觉得这条 深深地说服了我 我觉得这条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站在DC老师这边 那么DC老师已经发过言了 我这边是一个女巫 接下去 节奏也非常的容易 那这轮接下去 我会比较想听 11号和12号面的发言 因为这两个 也是刚才竞选警长的人 我比较想知道 到底这个 后面会有一些什么的新说词 过了 感谢大家的这个小资本 是不是全账一个都没报 今天 今天是不是全账一个都没报 不是不是 遗憾了 遗憾了 那个 我是一个平民啊 平常我拿的什么身份 只要拿的是好人牌 拿的是个神 我都会举手的 哪怕我拿的是个狼 我都会举手 因为我知道狼 一定要在警票上抢下位置 但是 这次我没有举手 那也说明我的身份 非常的低威 但是我真的 但是我肯定不是个狼 我有可能是个神 但是我有可能不想告诉你们 我现在怎么说呢 我比较就是少帮主那边的 说因为我不太看好 那什么靠妹妹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讲话特别不诚恳 就是 唯唯缩缩的 就是 就是说 就说一句最简单点 你拿到预言家 你连自信跳预言家的勇气都没有 那你凭什么在这竞争呢 就算你是个真的预言家 你也得被我踩下去 在这里 我虽然跟11号不站队 但是我无条件踩12号 错了 这个老鼠当年还是可以这个 就他还能就是那个挡个刀什么的 当时我们玩这个游戏 不太会玩 不太敢 第一次来 就是当时你们能知道 那种第一次来录综艺节目这种恐惧吗 而且当时 当时压力其实不是特别大 当时不知道上这个节目 给的是上帝视角 给完上帝视角 那这些人在观众的眼里面 就都是傻子你知道吗 这些人在观众的时间里面 就全是傻子了 我这一盘是一个有身份的盘 然后我死了也能带走人 但是刚才有人穿了我的衣服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 然后我暂时还是相信 11号他当警长的那些发言 然后相信他给的金水 然后 是观众肯定喜欢上帝视角 这时候发言出了好多身份 5号是女巫 然后7号是恋人 那9号刚才穿恋人衣服 但是9号也可能 第一波就随便玩一下 可能9号 我不知道9号是什么身份 因为我听9号说一下 其实我也投给了2号 我觉得2号的这个 其实我不是说2号说的 我觉得 哎呦紧张死了感觉 我觉得我要是玩这个游戏 我要是拿到原家 感觉他妈紧张死了 太早跳出来 因为太早跳出来会 如果你要真是原家 太早跳出来的话 去是对于 对于明显就给狼杀的 我这周听那个11号发言 12号那个发言明显就是 为了抢警长 胡说八道的感觉 呃 最后 因为我 我这边是相信警长的 所以这一轮听警长归票吧 跟着警长这边 但是11号 既然说是原家 这不说的全是你妈废话吗 天哪 听11号怎么说吧 过 我这出门呢 确实是把衣服穿错了 这个我一般都会把衣服穿错 但我也没披狼皮啊 这个九神你说你是女巫 我觉得我就不能忍了呀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两个人 肯定是有一个要出事的 我是一个女巫 我是一个女巫 然后呢 其实刚刚刚听了那么多啊 像第一轮的发言 我是比较赞同DC老师的 因为12号 如果他真 他是一个预言家的话 他真 他有可能就是报尸体 我是保了一下皮地 他抱尸体 我觉得他的 我的发言是 我的发言是 因为皮地被人拍了嘛 我就说他是瞎嗨的 就是大家别介意 我刚保完他 他更牛逼 他倒好 他他妈直接 恋人不跳了 直接就跳出个女巫来 知道的吗 两个狼都跳女巫 我也是没看懂 说话的诚实度可能要更高一点 但11号的话 确实没那么容易相信 因为你11号你随便给个人 狼同伴或者谁谁谁之类的 你怎么发怎么都是精髓 你发的一定是对的 所以11号的嫌疑 我觉得是肯定比12号大的 既然这轮只聊到11号跟12号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 我是会把票上给11号的 然后最后怎么上的话 还是要听 上帮主这不气死了 被抗姆景辉 如果要九成的话 你肯定今晚也是要走的 过 我是警长 我刚才也给了12号 你是什么警长 但他并没有把握 那我这一票 今天我是干死12号 因为我 我跟你 JY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跳出来 因为第一个人穿我衣服了 我当然要跳出来 我当然把他衣服的干掉 所以12号 今天这票 我会我会继续上你 那刚才认同我和不认同我的呢 我也都听到了 那基本上是2号和3号 真生气 上帮主是真生气 12号的连续度高一点 然后4号6号7号和8号相对可能偏向我 眼镜都起歪了 这是刚才我听下来的 那可以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认为就是1212号团队比较明显 因为那边是超过 就已经1号是开始在台上就认同我的 他为什么跟我解释 他觉得我是个菜逼不会玩的游戏 他知道我是新手 所以他就跟我解释你知道吗 就特别像之后 他作为一个老玩家去给新玩家解释似的 他现在就就在给我解释 因为我他妈是个新玩家 他在跟我讲 你他妈是不是蠢 老子原家能不跳吗 但他没直说 你知道吧 14678 一共是5个人认同我 那我是一个匪徒的话 我把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狼人的话 我有三个同伴 那另外几个人为什么也要认同我 他们真的那么鱼吗 我觉得并不是 在座的都是高手 那为什么支持12号的只有239呢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团伙 这是我我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票刑 就是说都都表述了 上帮主那个时候就这么能巴巴 你看他现在发言演这德行 所以这一票我玩命要上给狼 我昨天晚上验的就是6号 我们验6号 我凭什么要不说6号呢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说 对吧 这是我为什么要说6号的原因 那他验尸体 如果我验了个尸体 我就不说话了 我去原家的话 跳出来干嘛 什么信息都没有 你别的你又发不动 对不对 你别的发精神 你发的动吗 你知道谁是精神吗 你不知道 我至少知道6号是精神 所以我发的6号 你发个尸体是精神 对你来说有任何意义吗 你第一个跳 你说话 你就跳了 你好歹听听后面人 有没有人跳 所以我认为 他的发言和跳的动机 是不可行的 你第一个跳 不是特别有意思 上帮主就好像 就好像给12号玩家讲道理 那当时在上帮主眼里 这个12号不是一定是个汉跳狼吗 那造就完了 怎么还给他讲上道理了 你什么都没验到 验个尸体 我要是预言家 我是绝对不会跳 我跳来干嘛 我当废茶用 别人都晚上不一定救的救我的 因为我什么验人都没有 过 我上12号 首先你的逻辑 也很大 很大的问题 预言家抢锦辉的目的是 一个交代一个锦辉流 而并不是告诉我有没有验到人 或者我验到了狼人 他说的特别对 他说的也太对了 但是他平民干嘛要抢预言家 我抢锦辉的目的是一个锦辉流 其次你说的一点就是 迪斯老师刚才已经说过了 狼人是永远不可能发出精髓的 这是你逻辑的两大错误点 那么支持你的人 为什么我一开始不先不讨论 我们俩随时预言家的真假的问题 那么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一号无裁剑支持你 他为什么无裁剑支持你 给韩晓 韩晓起的只插腰 小妖一插 生气 生气 我不听 真的吗生气 也太好看了 我不出你 但是我觉得这一局可以出一下 无条件支持11号的1号 那么支持11号的人哪些 1号 6号 7号 7号说他是猎人 而且并没有人敢惹他 是吧 6号 我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街街水 他要出女巫 那么1号为什么要无条件支持呢 1号为什么要无条件支持呢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今天可以出你 我走他要出 说要女巫 你就太他妈笑 是一张好人牌 我现在选择 我现在选择退下来 我刚才为什么不退下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团队 他退水了 为什么设计人要无条件支持 他退水了 那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呢 你又看不见他 对不对 另外能看见他 你可以无条件支持他 逻辑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刚才那两点 一个是DC说的逻辑 一个是我说的逻辑 锦霍六的运用是怎么样运用 对不对 那1号你凭什么无条件支持他 所以我想听一下你1号 怎么说 而我这个地方 我退我退水 我不是预言家 但是我是一张好身份 我并没有踩 我并没有踩11号 如果我是一匹狼的话 我现在一定会踩11号 让11号出路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过 我什么时候说你12号身份不好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12号身份特别不好 我就说你随便认认 千万别跟DC老手 你们这群愚蠢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谁啊 但是三四五八上 就大家看投票就知道 三四五八投到二号 二号是只狼 你们知道吗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三四五八 五号肯定是狼 五号这女巫后面还有人女巫 他他两个女巫的话 他肯定是假女巫的 所以说这个五号肯定是狼 五号就没做错 他做的支持什么 说DC老师逻辑 坦然非常正确 无比这五号我可以接受 但是三四八里面也说同样的话 两个世界的狼同伴 必然有一个是愚蠢的 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这也太你妈阴阳怪气了 是好人 反正也说过DC老师逻辑 非常非常正确 我非常非常支持你 你们现在让一个狼拿了警徽 你们知道吗 前面所有人说的话都没有用的 你们让一个狼拿了警徽 DC老师开心得不得了 11号到现在还是认剧员家的 你知道吗 11号是不是愚蠢家 你们想想12号不认 12号我从来都没想理 12号12号聊什么呢 只有最后我这个平民 我能感受到11号 我跟11号抱团 你们说抱团投票 投票哪有票啊 谁支持11号 7号6号我 你们那关小点 7号什么身份 7号自己也知道 那7号你是不是狼 你自己知道 6号你是不是狼 你自己知道 你们两个要 里面有一个不是狼 那我们如果是狼的话 我们就少人 你知道吗 所以说11号肯定是愚蠢家 就6号7号 你们两个都知道 你们知道自己是不是狼 你就知道 你们只要有一个人 你们每个人觉得我不是狼 那狼的数量就不够 因为如果你们其中 一个不是狼的话 如果他是狼的话 那投票就肯定超过5票 就超过更多的人支持 所以说唯一的解释就是 DG老师是个狼 我当时听不懂 你一定要认个人 之后 之后把警惠拿到 之后 任个平民把警惠拿到 你们也能给 我真是服了 其实说到底 最重要 最重要原因 为什么11号没有当选 不是说 说是 谁经历了 或者没经历了 而是 大部分的神和 和好 就是人吧 就是好人们吧 都在选择 都在选择面前 不想选择不想背锅 就放弃投票 让狼儿提心得到了 最后的关键的警长 不就这么简单吗 DG老师现在高兴 高高兴兴的 很快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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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东西没办法了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不让播 这个不是不是 它不是因为第一台 它是因为版权 它是因为版权 这个东西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就不让拨了 对对对 我刚看到精彩的那块 我刚看到精彩的那块 我都看入迷了 不过没办法 这个是因为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的 对所以我这个复盘 这个什么pandaq什么的那个东西 可能还是要个什么授权 我得找那个 找那个别人搞一下 这个东西还要去拿下授权 那Lineman可能不能那个了 pk如果这样的话 pk可能还是要 pk可能可以吧 我到时候再看看 但是今天不能再播 今天再播就那个了 就要扣佣金了 pk要问问 pk的那个版权在相交 pk的版权在相交 然后到时候可以去问一问 可以去问一问 那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继续 狼人杀了 我就只能再继续玩 一盘狼人杀了 好吧 我明天问问虎牙吧 我问问虎牙 我看看怎么把那个Lineman的 这个 把那个Lineman的版权搞了 到时候 哎呀 我就刚看上眼 我看了 我看了 那么多 所以就能继续玩 我看了 感谢观看